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前议长许昆元近日透露,一份由民间单位委托成功大学进行的民调显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与民进党参选人陈奇迈支持度黄金交叉。 但成大今日发表声明驳斥,称从没做过此民调。 台中广播委托中兴大学伤情,继民意调查中心所做出的民调大相径庭,胡志强尽叫书林不到1%。 台中广播当时表示,多次选举都与中兴大学合作,在地媒体与在地学术机构做的民调,结果都相当精准,该份民调税被蓝营大幅引用,视为黄金交叉。 根据民报报道,中兴大学当时发呼声明澄清,该份民调制由法政学院政策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员和林教授,所负责之商情及民意调查研究中心的部分调查结果,是以个人名义发表,与中兴大学无关,强调学校不会介入任何政治选举活动。 最终选举结果林家龙以57%的得票率大胜胡志强的43%,成大声明指出,针对外界民间单位委托该校民调中心进行高雄市长选举一事,经过内部查证,该校仅有部分教师所组成的调查统计研究中心, 然该中心并未接受委托进行相关民意调查,也未曾发布此一名调统计结果。